傳經菲尼克打野 我是BBCC 我今天要分享的英雄是 即將上市的新英雄阿杜恩 阿杜恩會在傳說日 8月12號的時候上市 那目前你已經可以看到 你要排對戰的時候 已經看到一個人拿著大槌子 在那邊坐著等待了 沒錯 他就是阿杜恩 那我今天要做什麼呢 我們今天要去越南的體驗伺服器 帶你搶先體驗阿杜恩這隻英雄 聊天室的6起來 也很感謝各位對我頻道長期的支持 頻道的訂閱人數即將邁入9萬人了 真的感謝你 沒有你們 我是做不到的 然後如果你不知道阿杜恩的技能的話 右上角的資訊欄位 由我之前為大家所做的 阿杜恩的技能懶人包 希望就是剛看這支影片 不知道技能模組的朋友 可以點右上角去看一下喔 哇 一開始會戰就打起來了 超級激烈的 E技能只要一放到喔 就可以做一個 大絕的控場 不能講大絕的控場 就是Lying Heart 沒關係 你沒有玩過鬥爭特攻 也沒有關係 就是可以 用大槌 奮力一槌 做一個控場 棒 你看 哇 我沒有敲中喔 怎麼會這樣阿 沒關係 至少我們來反野 我們反野反得很積極 哇 他們的陣容其實好可怕 控場 他一技能會丟出一個緩速的衝擊波 那你只要有 放到英雄的話 你就可以做一個二段的技能 二段的技能 他會舉起大鎚 奮力的往地上一蹊 一蹺 他會走贏 一蹺喔 然後會造成一個範圍 蠻大範圍的控場喔 幫朗博QQ啊 各位 朗博會不會因此失業呢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欸 這什麼特爾安納斯不幫我打呢 那我們下路走的是一個 馬洛斯 對上 女竹卡 我喜歡叫女竹卡 因為叫習慣了 雖然他叫艾翠絲 不過他還沒有上次 就我所知他的技能組 我覺得最完美的出裝 應該是出個全坦裝喔 因為他的二技能會給予你一個10%的生命護盾 只要你有10%的生命護盾 你在開起來之後 你會打出真實傷害的傷害 然後 這一次的接技 我覺得應該是大絕招 開過去之後 開護盾的技能 像我這樣 喔 倒 欸 他飛走了 哇 衝擊破沒有丟到 沒有關係 不過納克羅斯 一定能把 他收掉了 納克羅斯 哈哈 齊爾 看不懂 那個應該是越南文的 擊殺的意思 來 控場 我 控 哇 把小丑絕招斷掉了 可惜 納克羅斯沒有過來 我踏絕也有了 他的配動效果是 生命50%以下 會觸發一個效果 每次攻擊都會恢復血量 幫忙控場 喔 大 超級帥的啊 超像晉級的巨人 那個立體機動裝置 有沒有看過晉級的巨人 沒有也沒關係 他的大絕招就是 他身體會舉起一個大字型 我來了 阿祖恩來了 他就飛過去 他這招施放的時候 會有一個霸體的技能 也就是說無法被斷招喔 他一定會飛過去 撞到第一個人 然後會造成一個 算是控場的暈眩 撞到敵人之後 你可以開第二招 你產生一個護盾 然後你在這個護盾之中 你只要普攻 就會降低你 踏絕招的冷卻時間 哇我撞牆了 天啊你 莫拉要搶龍 莫拉站著給特爾安娜斯打死 特爾安娜斯 好好好莫拉 這個和尚要殺特爾安娜斯嗎 幫忙你 運 敲 再來 哇我 我 被魔龍控場了 沒關係喔 這個小丑也跑不掉喔 特爾安娜斯 是比較肥喔 所以我可以直接去殺小丑 別跑啊小丑 有 控場到了 他跑不掉了 棒 好刀喔 順利的把小丑給收掉了 我們的特爾安娜斯 也蠻厲害的 竟然把七二給打死了 我之前聽 有觀眾在下面留言說 這隻是王者榮耀的下猴盾 然後 目前 我有上網看一下資料 他目前在王者榮耀裡面 還是T1的角色喔 也就是說很厲害的角色 這隻出了可能會改變一些 魔龍路的輔助的神態 他也蠻適合打遊走的 因為第一招也可以幫忙 緩速控場 然後又可以 範圍控場 哇 他 承受傷害之後 隊友就可以順利的收頭了 你不理他也沒有辦法 因為他打 他開護盾可以打一個增傷 你又一定要解決他 不然他一技能控場範圍好大喔 天啊 現在的新英雄 一定都有兩段控場喔 希望能增加 舊英雄的一些能力喔 像例如菲尼克翻滾 只要翻到人 就會被暈眩 那應該是不可能的 哇 齊爾好勇敢喔 勇敢的齊爾衝過來 直接送頭 還有就是 因為我是使用滑鼠玩的 所以有熟技能 放不好的地方 再請各位多多包含 哇 莫拉 欸 在草叢裡 哇 納克羅斯 很有觀念的飛回去 啥 這納克羅斯應該也是 應該不是新手玩家 因為在體驗服 真的超多新手玩家的 哇 小丑怎麼還敢過來啊 控場 暈眩 還 我沒有丟中人喔 沒關係 靠著普攻把小丑給收掉了 206的戰績也好可怕喔 可是他如果走輔助位的話 錢可能沒有像我走中路 算的那麼多喔 所以 嘿嘿 要走哪一路 還是看自己啊 不過通常應該 在正式伺服器上 我覺得他應該 是走魔龍路的坦克 我的位置 哇 這個祈爾不放棄耶 永不放棄的祈爾 出發被動 被動其實回的也蠻少 啊哒 一個花式送頭 鬼斯通被我收服了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圈圈 就是我的寶貝球 直接把祈爾裝進去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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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服鬼斯通 哇 他們都凝死不退耶 那我也不退來 掉掉看小丑會不會跳過來 可是他跳過來的話 我好像就會死掉耶 不要啊 來 我只要試著 我大絕撞到他 開護盾跑走 魔特 安娜斯一個咻咻咻 超兇的耶 納格羅斯真的超級兇的 看到人就追著打 完全不給對面機會 這是我第一次試玩的感覺 那如果說有什麼建議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喔 那所有體驗服的好友 我都已經加你們好友了 可是我剛剛加了176個好友 竟然只有三個人在線上 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大家好像都很少玩體驗服的樣子 你看過去控場全打我 沒關係不要傷害我隊友 如果你是一個很喜歡 保護朋友的玩家 這一隻絕對適合你喔 都打我就對了 不要碰我隊友 你看他的 異技能轉雷那麼快 如果你不先處理他的話 8秒耶 8秒只要揮中了 你又可以再做一個是 算是蠻大範圍的控場耶 不集火他 要先打射手 哇 這隻英雄我發覺 我也是蠻喜歡的喔 比起鰻魚犯 我覺得這隻英雄是有趣多了 所以812那一天不知道 會不會上市耶 如果是812上市的話 等於說那一天可以免費試玩 哇那一天 812那一天很刺激 還有很多朋友都跟我說 拜託啊那一天開直播 那一天我會再試試看 如果我說我有時間的話 我一定會開直播跟大家玩耶 不過最近迷上了一款 手機遊戲就是 終極殺人狼 雖然每一場都要玩很久 不過玩起來真的是蠻有趣的 雖然也是遇到很多那種 霸彰化的奇怪人士 小丑 拜拜 拿了一個5012喔 拿了17殺 17的KDA 還不錯 喔 現在是無限大 我還沒死過 出來啊 而且這一隻很帥耶 他的盔甲 萊因哈特 重裝上陣 沒有人要出來給我打 我們特爾安娜斯 直接去跟齊爾丹條 我來我來保護你 哇 有空到場嗎 好像沒有 哇 好帥喔 哇 女主卡斯要一個棒打 拳雷打 直接把我們特爾安娜斯 揮到拜拜 那一隻 艾翠絲就是剛剛那隻 紅髮的騎士 也是新的英雄 那隻我也是蠻期待的 因為他的大絕招超級帥 他在揮擊的時候 會吸收掉所有的傷害 也就是說 那時候你是傷害不了他的 新英雄造型都越粗越帥喔 還有龍馬 我也超期待的 我在體 體驗服也有遇到喔 傷害 瞬間傷害就 跳過來戳你一下 也打好痛喔 而且也是一個比較 比較有距離的暈眩 喔 艾翠絲衝蓋 跟我單挑 我好像打不贏他耶 好厚喔 小手針對 我不要 控場回去 哇 我剛剛沒動 一個空大 隊友直接替我們收掉他囉 那這一場 應該是可以直接推到底了 這就是我試玩的心得 我覺得 阿杜文是一隻非常好玩的輔助坦克喔 非常適合走魔龍路 那如果你喜歡這段影片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 所有的留言我都會一一回覆你 那如果你覺得這段影片不錯的話 拜託幫我按個讚或是分享給你 一個非常喜歡玩輔助坦克的朋友喔 那謝謝你收看完所有的影片 我是專精菲尼克打野的BOOBOOCHACHA 我們明天見 掰掰 5分鐘 解一下 spikes 喔 都Man 什麼